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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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那個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是那女婿 耶 我們現在家族旅行來到了韓國 這是來三天兩夜 我們會住兩間飯店 今天要住的飯店就是 號稱全日本早餐第一名的 Hakotade La Vista 不要一直耶 這一集我們主要就介紹這一間飯店 介紹他飯店的一些房間的內裝 最重要是他的早餐 那明天再拍給大家看 飯店的這個價錢也非常的超值 那在影片的最後跟大家講 這間飯店 我們這一次 一破一遲到底多少錢喔 那我們就進去La Vista Check in囉 進來就有這個飲料吧 它是無料的喔 有咖啡 可可亞還有一些抹茶 然後現在拍的是大廳的樣子喔 那它屬於比較一個 復古風的感覺 然後搭配這個紅磚啊 然後一個 一個燈光的點綴喔 我覺得讓遊客進來 就是心情可以慢慢的沉澱下來 開始有一種旅行的感覺喔 我覺得大廳的裝潢 其實我還滿喜歡的 嗯 嗯 Ryo君 Ryo君泣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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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o Ryo Ryo君 Ryo君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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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箱房間喔 喔 喔 它的床喔 好自它提供也是一個 SemiDouble的 不是一般那種 日本的那種 商務飯店那種 小床 小孩 真的是 那房間大小還可以啦 還算行喔 這個房間的大小差不多 24平米 那兩個床的大小差不多這樣子喔 那兩個床的大小差不多這樣子喔 然後這邊 最好呢 它今天給我們是 面 港的房間喔 所以現在看出去喔 哇 View非常好喔 這個房間看空的View 沒話說 然後前面那個就是 金森倉庫 View 沒話說 View完全沒話說 它有遊艇耶 真的耶 將來我會買一台啊 要還掉的招包 再招待粉絲來參加遊艇Part 然後這一間飯店也有提供天然溫泉喔 那所以有提供浴衣 然後這邊的 還有可以磨咖啡豆的用品喔 然後提供一些咖啡豆 然後煎茶 然後這邊還有提供一些類似玻璃杯喔 那飯店的意思就是在那邊你可以 享用這個美味的飲料 看著這一個 港口跟這個金森倉庫 然後這邊是它的衛浴喔 嗯 其實沒什麼好拍的啦 比較小一點 那這邊是它的廁所 那主要這個是溫泉飯店 所以我們會帶溫泉去那邊洗澡 你看看 這裡現在是7階 但是 超級美麗的景色 右側應該會有嗎 啊… 哇…小孩又要哭了 哇…小孩又要哭了 啊… 雷雷君 綺麗了耶 小媽媽雷君 雷雷君 啊… 啊… 沒有人理他哭了 我們要去吃晚餐 你要吃什麼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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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餐 我們晚餐來吃拉麵耶 我們來吃晚餐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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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晚餐來吃拉麵耶 我是北海道達人啊 這種簡單的問題 吃晚餐 吃晚餐 說 collaborating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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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進 виде 在地域地域裡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那豚骨呢? 豚骨是九州 北海道也沒有 今度九州也要去吧 沒關係 所以我吃了塩拉麵 去吧 這個波蘭的拉麵店 是函館駅から5分左右 是一間的地方 而且這間的拉麵店 是1950年來的 今年是71年來的 這是一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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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絶対是一回的 是一回的 是一年來的 是一年來的 我喜歡的 很大一碗 吃一碗 吃一碗 有點酸っぱい 我覺得剛剛好 我覺得湯頭非常清爽 非常清爽 清爽嗎? 清爽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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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的味道 好喝 嗯 美味 麵 是嗎 麵 是嗎 麵 麵 是嗎 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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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喝它的湯頭 我覺得它的湯頭 微甜微甜 非常的清爽 好喝 那有人吃日本的拉麵 有時候都覺得很鹹 但是我覺得 它的這個鹹度 剛剛好 真的剛剛好 它這個混沌的 麵皮很薄 然後很軟 搖拉蓋 裡面包的這個豬肉 味道還算OK 就是還及格 最後筍乾 筍乾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吃了它的這個 新鮮這個筍乾 吃到你這個嘴巴裡面 就卡滋卡滋卡滋的 真的喔 這邊就卡滋卡滋 我給了一碗拉麵非常高的評價 不錯 果然是71年的老店 喔 這邊又有一台北海道第一台的咖啡烘培機 你幹嘛 你幹嘛 都在起檔了 起檔了 韓館的夜晚 早安 天哥 早安 天哥 早安 天哥 早安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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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洗又洗又洗 這是住飯店的重點 就是它日本第一名的早餐喔 哇 這邊的早餐非常的豐富喔 就是這一個 也是讓你吃到飽的鮭魚卵 這邊的鮭魚卵看起來比我 上週住富兩眼拉比差 看起來再大一點點 哇 而且這邊的海鮮凍的種類非常的多 大家看到沒有 好 號稱日本第一名的早餐喔 第一名喔 不是第二名喔 第一名喔 早餐真的很豐富 然後這邊有 韓館的名產喔 烏賊飯也有喔 太狂的太狂太狂 這個是北海道的家常菜 還有鮭魚喔 看到有沒有拉到鮭魚 真的是滿滿的鮭魚 沒有看人家客氣的 那這個是什麼呢 Kinoko 不要咬太多了 等一下要被人家罵 然後不是我又拍這個鮭魚凍的地方喔 是它兩邊有兩側 不會讓人家擠在一起 特寫一下這個鮭魚卵好了 說 真狂耶 日本早餐真狂 等一下我公布一下 這次一個人的費用喔 大家聽到就會嚇一跳 這個費用盡量可以吃到這個鮭魚卵 然後這樣的海鮮凍 然後我看到這邊一個特色就是 這邊有一個現烤的一些 比如說有乙咖啊 現烤的喔 它烤完就會放在這邊上面 保溫 裡面有很多喔 比如說烤香菇 烤這個馬鈴薯 然後南瓜喔 這個是什麼 柳葉魚 鮭魚喔 現烤放在上面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住北海道飯店第一次看到 我覺得這個真的 蠻厲害的 然後烤完啊 沒有用任何的調味料 就是吃它整個食物 這個原材的新鮮喔 最新鮮啦 然後這邊還有現做的玉子燒喔 耶 首先取這個 現烤的 椅咖 應該是韓管的吧 超棒的 喔唷 喔唷 青菜在這裡喔 哇 啊 喔唷 鮮餐 我相信大家來這邊吃海鮮丼 飯都會掃掃的 全部都是海鮮 看這個隨便你夾的 甜蝦啦 最後啦 鮭魚卵 夾麵 好啦 兩池就好了 第一輪 客氣一點 北海盜第一間咖啡館 Yeah 我要吃它的海鮮丼 先來吃它的一咖 滿新鮮的 然後鮭魚卵 鮭魚卵滿新鮮的 它吃在嘴裡就好像你小時候吃那個跳跳毯 在你嘴巴這樣 一個一個蹦開 超爽的啦 北海道早餐都吃了海天丼 超棒的 這個是什麼 鮭魚 這個鮭魚 品質呢 你就不要以為它是什麼高級料理 它就是一個一般 能吃堪吃的海鮮丼 那我相信是外國觀光客 平常很少吃到這個海鮮丼 應該還是覺得非常的好吃 那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嘴巴 越來越挑剔了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一般的海鮮丼 總之啊 出來玩可以吃到海鮮丼 最開心啦 來吃這個乳茶囉 你看還不錯啦 中規中矩啊 然後吃這個 烤過的柳葉魚 嗯 就整個吃這個食物的 原材的一個味道 沒有調味道 它就是很清淡嘛 吃一個健康 我該吃都吃完了耶 那我吃下來講得好像評價沒有很高 但是 我覺得這邊早餐就是很豐富 然後它很貼心的就是說 知道這個海鮮丼 有很多你講它是兩邊都有 它很多菜色都是兩邊都有 所以 比較不會排隊 菜色極多 那我覺得食材的表現 中規中矩啦 沒有到說非常的驚豔 那你也不會覺得說難吃 我的講評真的是非常的瘋狂 然後呢這一次入住喔 然後就是我跟我老婆 一個人是八千塊日幣 所以一間房間是一萬六日幣 那日本大部分都是算人頭的 那我要特別講一下 它的溫泉在十三樓的頂樓 我覺得溫泉非常的棒 那主要棒的原因它的view非常好 那它是一個三百六十度的一個溫泉 從溫泉呢你可以看到這個韓館 然後呢另外一邊也可以看到這個韓館山 然後從另外一邊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部分的韓館市區 那它的溫泉的泉子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有點帶有鹹味 有點海水溫泉的感覺喔 鹹鹹的 那空間也覺得蠻寬敞的 那我覺得現在住下來啊 今天除了早餐很豐富之外 我覺得溫泉 很推薦 那我覺得住到這個飯店我覺得 一個我覺得比較缺點 就是說這邊飯店真的比較舊 那當然也是非戰之罪啦 這個飯店比較舊 就需要整修齁 所以我蠻 蠻希望這個La Vista 先翻修一下這間飯店 真的是有一點舊了啦 那其他部分我覺得 以這個價達8000塊日幣 海鮮凍 然後這些時候我們這個 有景的這個溫泉 超棒的 那我非常推薦大家 來住La Vista一系列的飯店喔 那今天的飯店開箱就這樣結束了 我是北海盜女婿 拜拜 拜拜 A few moments later 爸爸 怎麼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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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喔 你聽得懂他日文嗎 聽不懂喔 聽不懂喔 不是我日文差好 是他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 你是在說什麼話 我聽不懂喔 你講台語好嗎 你會講台語嗎 你會講台語嗎 你不會講台語 然後其實我有住過 那個排名的第四名的飯店 在雜謊 其實我有去開箱過 那那邊的早餐 完勝這邊的早餐 下次可以去吃那間第四名的 我把這個影片的連結放在這邊 等一下會跳出來喔 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個台語自稱自己是那個飯店公道國 那你覺得就是一間飯店 好的早餐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元素呢 我覺得首先就是 硬體這邊我覺得一進來 我比較喜歡這種明亮空間的環境 那走進來就是整個很明亮 一早就是哇很fresh 看到這麼明亮的空間啊 整個食慾就會提升 那另外第二點就是食材 我覺得東西不用多 不要一堆東西 但是食材都不清洩 其實你沒有一樣想吃 那我覺得就是飯店要做出幾樣特色 比如說你今天的特色就是我的沙拉巴 特別好吃 我的沙拉巴的食材 每天早上從 比如說從果菜市場 或者是你號稱什麼隔天 或是當天獻材的這個素材 那有一些想吃沙拉巴的人 就會因為你的沙拉巴而來 或者是說你號稱你的海鮮丼 非常的好吃 所以你的品質就要高 那以這樣的價位 比如說我現在住八千塊日幣 那以這間飯店 它的食材非常多 以這樣的價位 你要每一樣的食材都非常新鮮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這是兩萬 我就會要求他每一樣都非常新 那這是八千 我希望他就是兩三個特色 品質高就好 那其他都是一半的水準 對 一分錢一分貨 大家不要以為住了八千飯店 要求水準要跟兩萬飯店一樣 如果你要要求那個飯店的水準這麼高 你自己開比較快 差不多是我們當的 是不是 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你說你這個早餐才八千塊 你可以吃到帝王餡 你要花瑜 你吃到真的是帝王餡 還是說他是放兩元的帝王餡 那海鮮這東西是騙不了的 我在小村吃過一家 這個帝王餡吃到飽 我相信有吃過人都知道 我不要把名字講出來 不然我怕我會被搞 那個帝王餡吃進去全都就是 這個帝王餡啊 就是蒸汁它的水分一直滴一直滴 那就是它冰很久 冷凍很久 然後那個肉都散掉 吃下去肉鬆鬆散散 沒有口感 然後那個水滴出來 全部都阿摩尼亞的味道 這個地方就是我當天什麼都沒吃 糟透了 對 這是我對北海道 不要說北海道 對這個飯店的早餐的要求 差不多這樣而已 OK 我們等一下那個螃蟹那家店 我們連結放在下面